虎斑猫抱着鱼睡觉 模样逗趣可爱 这里是泰国青莱府一座村庄 就在泰免遥交界金三角地区 工厂工人贾克汉 想为家乡拼经济 因此化身艺术家 用彩虹米创造大型猫咪地景 吸引游客 假客汉受到日本稻田话启发 找到一名画家合作 他们先设计图案 再用GPS和无人机定位 找来两百多名帮手 在田地画出轮廓 随着稻米生长 色调也会逐渐变坏 经过145天的等待 到了收成时刻 当初描绘的猫咪 就会在稻田浮现 而且颜色正确 泰国人爱猫 贾克汉就期待 约战全泰三层人口的爱猫人士 会不远千里而来 民事新闻林浩博 综合报道